人缘关系最好的何老师 从来不被人们关注恋情 却被怀疑喜欢他说到娱乐圈而理的人物关系 那真是特别让人难以理解 各个明星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有些明星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僵硬 甚至见面都不说一句话 让许多网友心生疑问 当然这样的关系是很少的 而有的明星却不是这样 他们能和所有人处得特别好关系特别亲密 大家都知道微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许多明星的地下恋情 都是在微博上被网友扒出来的 而在微博上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 在微博上我们经常能看得出 各个明星之间的关系如何 有些关系好的明星在生日或者是明星 有好事的时候都会在微博上送出他们的祝福 也是自己小小的心意 而今天小编要说的这个人 他在娱乐圈的人缘关系真是任何人都比不上 你们猜到他是谁了吗 他就是许多年都不会老去的何老师 说到何就 他可是一个特别让小编佩服的人 在娱乐圈混迹的这几年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丑闻 而现在的娱乐圈明星们可是丑闻不断 XD的全不让出镜 CG的也事业衰败了 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有谁 所以 娱乐圈这个地方是非常混乱的 但何老师却一条绯闻都没有 大家是不是很惊讶 关键还是因为何老师爱护自己的名声 规范自己的行为 不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也难怪何老师会有如此好的人缘 小编认识何老师是在他主持的综艺上 那流利的话语 不失分寸的话 每一句都说的特别合适 也不至于让来的嘉宾所尴尬 何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有些高情商的人 不像许多的主持人 不经意就说出一句得罪人的话 而何老师最让大家所知道的就是他的好人缘了 这可是在娱乐圈内都出名的 他还有一个人缘也特别好的闺蜜谢娜 我们从谢娜怀孕生孩子就可以看出来 许多明星都为他送出了祝福 上至那种大咖位的 下至有刚刚出道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人家的交友范围真的是特别广 何重的主持功底特别的强 虽然人家人缘关系好 但是人家也是用实力说话的 他的主持功底在每一次主持节目上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丝毫不确场的姿态 还有合适的仪态 都是主持人的模范 记得他每一次在元宵晚会 新年晚会上主持 都是很轻松 有些时候 就算我们不去想 我们也知道何重就是湖南卫视的金牌主持了 这个称号可是人家努力得来的 他的绯闻在网上可是很少的 和许多的明星比起来 他真的是很幸运 那大家有关注微博吗 之前引保昏的消息被爆料出来 加上他的官宣 那一刻 微博页面都被挤爆了 小编想进去都没进去 没有第一手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真的很遗憾 但是也不妨小编祝福他们 那时 还没有人去关心别人于英宝的事情 后来在大家的八卦下 才发现一项好人缘的何老师 却没有发微博祝福英宝 这是为什么 有网友扒出何老师和英宝的种种不正常 甚至猜测何老师喜欢英宝 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网友提供的证据 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综艺中 他们的暧昧 甚至银宝老给何老师 表示他喜欢他 这让大家不得不误会 加上何老师的异常行为 就让许多的网友都相信了 不得不说 小编也是有点相信呢 但是银宝都结婚了 说这些也都没有用了 毕竟祝人家幸福才是我们要做 那么这件事 好 感谢观看